因为很多小伙伴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打算做一期关于这个问题的视频 那就是 我认为最适合健身的五双鞋 Let's go 说是我认为最实用的五双鞋 倒不如是说我穿过最适合健身的五双鞋 因为毕竟我不可能试过所有的鞋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保持客观 因为这几双鞋都是我已经试过的 而且只有穿了好几年的 同时我会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五双鞋的好处 优缺点 第一个角度就是它的价格 然后是它的实用性 当然包含它的舒适度等等等等 第三是它的样式 那咱们现在就从第一双鞋开始 第一双鞋 NMD 相信大家对这双鞋都不陌生 因为这双鞋可能在市场上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刚开始的时候这双鞋非常非常的火 这是我最喜欢的阿迪达斯的鞋款之一 它的售价 因为我这双的配色比较基本 所以是每金大概是110元 折合人民币760元左右 然后咱们再说它的实用性 阿迪达斯宣传它的时候 我宣称它是一双跑鞋 所以跑步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它基本上可以驾驭 现身房所有这种鞠铁的活动 除了练腿日 因为练腿的时候 大家有些是发现 这个地方非常的软 所以当你练腿 就去做腿举往上搓的时候 它这个头会出来 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一双鞋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都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的轻便 透气性也非常好 第三点是它的版型 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样式 当然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配色 大家可以选择 价格也会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NMD是最好配衣服的一款鞋款之一 因此这双鞋我推荐给大家 除了平时健身之外 它也可以作为时尚穿搭 都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鞋 是这款 Nike Presto 这双鞋当然有点脏了 它的售价跟NMD差不多 大概是120美金 遮合人民币大概是820元左右 价格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它的踩上的感觉 跟NMD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的包裹性比NMD要好一些 它比较紧 尤其大家看整个鞋面 非常非常窄 它底下的脚这块呢 还有一些弧度 那MD是相对是一块下来的 它底相对比MD仍硬一些 但是呢 它也是有局限性 包括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看 大家看 也是非常软的 所以不推荐大家 用它来连那种 往前搓的那种动作 你比如说除了腿曲之外 还有一个动作是这种 高crusher 对不对 大家需要一个脚在前 一个脚在后 你前面那个脚的脚石头 很容易就凸出来 而且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除了非常舒服之外 它样式也很简约 也适合搭配所有的衣服 它还有一些升级版 或者是跟一些设计师 合作的款 比如说跟Virgil Ablo 就是那个 Off-White合作的这款鞋 以及啊 包括那个 Acronym 就是有点那种 机能风 Techwear 都非常非常的火 All right 第三双是咱们的 Ultra Boost 这双鞋呢 大家可能是在我视频 还有平时发照片里 见过出镜率最高的一双鞋 因为从前年吧 去年前年 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都觉得 这双鞋 是我穿过最舒服的一双鞋 踩上它就像什么感觉呢 就像踩了一朵云一样 云朵飞行器的感觉 但是呢 这双鞋的价格 相对于其他 刚才那两双鞋呢 稍微偏高一点 零售价应该是180元左右 然后咱们再说它的实用性 虽然Ultra Boost 是所有 刚才我介绍里面 鞋里面 最软的一双鞋 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我个人觉得 它并不是最实用的一双鞋 因为它底儿 真的是太软了 导致于 当你做很多动作的时候 你都不能 跟它地面有个 非常贴合的接触 你比如说 深蹲 硬拉卧推的时候 咱们都会用腿来 起始发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鞋呢 会给你很大的减震 也就是说 你不能有一个 非常好的发力 当然了 作为一双跑鞋 它跑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 穿这个 去做一些 深蹲硬拉卧推的动作 从时尚外观来讲呢 它是我最喜欢的一款鞋之一 因为它 除了搭配运动裤之外 搭配平时的休闲的牛仔裤 那种休闲裤 都非常的轻松 不然的话 它也不会炒那么贵 对不对 Number 4 是咱们的Vans 其实这双Vans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以前讲过这个话题 就是那个视频是 每个男生 都应该有的一双鞋 我讲的就是这双Vans 第一棒的Vans 然后这双鞋呢 除了非常百搭之外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它的零售价 是美金大概60刀左右 折合人民币 大概是400元 从实用性来讲 除了那种长距离的跑步 会让你脚变得不舒服之外 因为它底儿比较平 大家看 它比较硬 像是这种深蹲硬拉握 推一种健身房内的活动 都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了大家要注意 我个人觉得Vans 这个鞋稍微有点宽 所以如果脚比较窄的朋友们 对于我来说 我的脚就比较窄 它会限制你的活动空间在上面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从外观上来讲 大家都知道Vans 相当于配色非常非常的多了 有些衣服 你不知道该配什么鞋的话 只要配上一双Vans 我觉得都可以work 而且大家看到 最近我一直带滑滑板 所以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 我穿这双鞋 最后一双鞋 可能大家已经猜到 我要讲什么鞋了 这双鞋 是我在健身房内外 美国大街上 看到的出镜率最高的一双鞋 就是这双 Converse 宽威的Chuck Taylor 这双鞋最早面试的时候 宣传它的时候 是作为一双篮球鞋 就是60年代 大家都在穿这双鞋 打篮球 但是逐渐发展 它现在已经是一种 时尚的标签 大家真的非常喜爱它 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这种高帮的零售价 大概是85美金左右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80元 低帮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从实用性角度来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种健身房里 很多大神都愿意穿这种鞋 穿一个最基本的Converse 这种宽威再加一个长袜子 深蹲引拉窝推 光光光就是大重量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双鞋真的 跟地面的贴合感非常非常的好 同时呢 我个人觉得 因为它比较适合我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这个鞋款比较窄 还可以看 跟Dance相比的话 所以呢 它的包裹度 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 V的问题是 你踩这双鞋时间长 你的脚会有点痛 但是呢 它最近出了一个新款的 就是这种新款Converse 同样的鞋款 但是呢 这鞋垫子呢 会有些改进 现在穿上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有没有想法 入手一双新的Converse 然后它的外形呢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它是这种高帮的 也是跟VS一样 非常适合搭配 所有的休闲装啊 包括运动装 都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跟大家的议算 可以选择那些 跟其他人合作的一些款式 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 和VIRGLE ABLO OF FIVE 合作的那两款鞋 我觉得都很好看 以上呢 就是我认为 最适合健身 我穿过的五款鞋 但其实呢 穿什么鞋 很多程度上 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的 你比如说 对于我来说 有的时候 我明明知道 这个鞋没有什么实用性 但我就是喜欢穿的 你比如说现在这款鞋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都在我的视频里 经常见到这个鞋 问我这什么牌子 这是来自英国的一个牌子 叫做REPRESSION 然后这双鞋 我拿到的时候 是145美金 这双鞋呢 我非常喜欢它的造型 鞋带啊 整个流线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 这种袜子款嘛 同时呢 它底很硬 所以呢 我基本上穿它 身对硬拉握推动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鞋 可以去在官网看看 这个牌子不是很便宜 我建议大家可以等到 那种节日的时候 可以看看 同时呢 你包括 这种VIPER MAX 就是说我也会穿 但我个人觉得 这个VIPER MAX 的实用性 真的挺低的 因为它底很软 而且还是一个一个的 所以呢 完全不适合来 就是做那种 健身的一些活动 当然了 走路跑步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咱们的EZ 现在这个EZ的价格 跟以前比 就是便宜很多了 大家看 我经常会穿这双 白色的EZ 去健身啊 什么的 其实EZ整体来而言 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在我心里 跟Ultra Boost 大概是不相上下的 这么一个地位 但是呢 你穿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哦 他穿EZ来健身 所以呢 避免这种情况 我觉得 我平时还是以穿 Ultra Boost为主 它现在的价格 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入手的话 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它 CanA West 本人呢 它更希望它变成一种 国民鞋款 大家都人手一双 所以说 它的价格 基本上就比 Ultra Boost稍微高一点点 当然不是说那种原始的配色 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留言评论 哦 那同时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 自己喜欢穿健身的鞋 觉得非常好看 同时很有实用性的话 别忘了推荐给我们 然后发弹幕告诉我 发评论告诉我 那视频最后呢 还是为大家做一波粉丝福利 转赞原视频呢 三天之后 会分别在B站和V博 抽出两名幸运的小伙伴 获得这个 Drill Code的 NTL Nothing to Lose系列的背心 然后这个背心呢 我们刚刚补货 所以呢 是 大家如果想入手的 可以现在去 而且我们店铺呢 现在有 全年 包括双11 包括双12 最大的优惠活动 除了可以领取 10元店铺优惠券以外呢 关注店铺 就可以扣得5元红包 输入你比较喜欢的 健身博主的名字呢 还会额外的领取 10元的优惠券 也就是总共是满200 减25的这么一个折扣 一直持续到9号晚上 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然后他的外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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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